今天我們來到我們在福建的擁天土糧 客家名義的體育體點處在黑面 其實在鳳人形象的 聽起來客家顯示對天然體肅的因素 鳳人形象著販庫的節省材料 防衣外體方面有體育的優勢 在同時南前的客家人最負責的現實 此外的鳳人剛才的故意見 客家簡易全體精神加風加震驗 適中提神 美鳳的內部提交提神出現中 負責重生的理念 總體作為美鳳的核心 是家畜吃負責、資質和重胎鑑車創造 提神對家畜的出師和傳神 在土壘以南無波時 有方方真真、人品數次 也有為年出師的思評百問之意 還要出現神主和神通人 提神的客家人和一年期 師傅同用的精神 負責的事的認識法 客家人的生活 已經突破了鳳人的最慈性態 一往後出現的一開鳳 客家人的負責也有不同的傳神傳神中 所獲的新的歷史人物和死胎加塵 報告